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罗娜 橡皮借我一下 喂 马丁 你看到罗娜了吗 她刚才还在这里 怎么一下子不见了 看 他临摹的画上面有一个信封 马丁 你的朋友在我手上 五点前把我要的画送到下面这个地址 他就会安全回来 不要告诉任何人 否则你可能永远都见不到他了 会不会有人在问作剧 可是罗娜真的不见了 看 这是罗娜的铅笔 还有她的橡皮 可是那个人为什么要抓罗娜 为了逼我给她画假画 快 郭某跟我来 我们去把罗娜救回来 我去发动车的 你去看看外面有没有可疑的人 马丁 我看到怪人的车了 我会把车变成直升机模式 你要用力踩脚轮才能让它飞起来 明白了吗 明白了吗 明白 飞起来了 太牛了 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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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是那辆车 快追 东西乔 我幸好我反应快 可是我们跟丢了 下车吧 小姑娘 你们到底要干什么 这样是犯法的 别怕 你只要进去 乖乖地坐一下午就行了 他们应该就在这附近 在那儿 我认识那辆车 快降落 就是那家古董店 抓牢 我们要着陆了 马丁 你不会淹死了吧 我在这儿呢 郭沫 你吓死我了 我的车不但能飞能跑 还能荡小船呢 是不是很厉害呀 那你快让它开回去吧 水上自动驾驶功能 还没有开发好 不过 不过 可以人工操作 来吧 抓紧时间 我们滑回去 等你的朋友 完成了他的新作品 我就会放你回去 别做梦了 马丁是不会为你画假画的 当骗子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用不了多久 他就回来救我 我 放心吧 我有一百种手段 让他为我画画 他只能乖乖的就范 你干嘛 艾克 放了我的朋友 不然我就报警了 你那么快就来了 我的画呢 我说过 不会为你画假画的 不许动 吃我一脚 真是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阿琪 别浪费时间 抓住他们两个 我去抓那个小姑娘 你这里交给我 你去救罗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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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什么 哈哈哈哈 马丁 游戏结束了 都给我老实点 你别无选择 马丁 我提醒你 时间已经不多了 不 马丁 千万不要答应他 我可以听你画画 但你必须答应我一件事 绝对不能伤害罗娜 早该如此嘛 不过 事到如今 我不会再付你一毛钱 那些都是你骗来的钱 我才不要呢 马上画完了 骗子 你可以来验收你的假画了 波提借力 好了 把它放进烤炉烘一烘 应该能干得更快一些 让我看看 我不得不承认 你确实是个绘画天才 简直比波提借力 还要波提借力 阿琪 放了那个女孩吧 放丁 罗娜 你没事吧 我们的买虾来了 把他们送走吧 晚上好 我就知道你会如约而来的 放心 你不会后悔跑这一趟的 这真的是一幅 广式杰作 这确实是一幅佳作 可为什么直到现在才被发现呢 这是波提借力为他的爱人画的画 一直以来都是私人收藏 我也是最近才得到的 我看 你是在逗我吗 看看这是什么 他戴着手表 15世纪有手表吗 假的不能再假了 你这个无耻的骗子 什么 手表 刚才怎么没注意 不 不要用这个 这是副真品 你居然换了个手表 我真是服了你了 马丁 我们马上去报警吧 对 让警察叔叔把骗子抓起来 不过过会儿 你能不能也帮我发一副画像 要达芬奇风格的 哈哈哈 哈哈哈 哈哈哈